小牛子今天玩什么 这个就是索尼的Toyle 是一个音乐启蒙套装 但是我知道如果你在说 这个东西是教你学音乐的 这肯定大家觉得特别的无聊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他说它非常有趣 那我就过来玩一玩 看看到底有没有意思 Toyle 整得还挺可爱的 这是一本说明书 你看这长的这个形状 像不像一个掌机 你看两个手柄 是不是 两个小小的 控制台 控制环 核心Q宝 它就像是我们一个系列里面的基础款 不管什么样配合任何的 其他的组件它都是要买的 这边应该就是跟音乐相关的吧 大家好 我是Mr.控制台 和我一起玩音乐吧 有一些纸片 好多的纸片 这有两个卡带 一个是上面写着剧本篇 一个上面写着演奏篇 剧本篇教你最基础的 就是音乐是怎么来的 另外一个演奏篇 就是可以实操一下 自己去创作一些音乐出来 就是两个Q宝 A载和B载 它们都是皮可童 它们在一起就是皮可童族 我在干什么呢 好 那我们开始学习吧 剧本篇 剧本篇 像个游戏的卡带一样 往里面插 然后像玩游戏一样的 建一个存档 皮 皮 副 同 足 怎么会这样 我以为会是个可爱的小姐姐 它这里首先教我们的是音色 就是自然界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它们都有不同的音色 哦 放在闹钟上 它就会发出闹钟的声音 还有小挑战呢 找出图画中的五种声音 哦 还有蚊子呢 片鱼的声音 切洋葱的声音 煎牛排的声音 哦 打蛋的声音 哦 对对对 不错哦 节奏 有了音色之后当然要有节奏了 这里的乐谱 就完全就写的是汉字 咚就是写的咚 两下咚就是咚咚 然后 很容易就看懂了 好 下个部分叫做旋律 这边的乐谱 上面有一些甜甜圈啊 柠檬啊 橘子啊什么的 非常的清楚 多拿字队长的高亮 音阶 它应该就是C大调音阶 多拿兹队长的低沉音阶 它就是C小调音阶 我猜它这么分就是因为大调音阶你可能听起来就比较明媚一些 明快一些 低沉音阶 它就会听起来 感觉阴阴郁郁郁的 所以它就是给了一种直觉的表达方法 当多拿兹是队长 多拿兹是队长的意思就是它主音是C嘛 我现在听起来很像是在翻译这本书 小朋友们就记得它就是多拿兹队长的高亮音阶和低沉音阶 想要自己创作一些歌曲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先从不同的音阶开始就可以定掉这首歌的基本的色彩 最后还有一个部分成为一首歌最重要的还有什么 还有和声 比如说抖和搜同时发出声音 那这样的话就是和声啦 为了让你能够更方便的去使用这些和弦 它就使用了和弦格子 也就是说你只要把A载或者B载放在这个格子上面 它就可以自动演奏出一个和弦了 终于要拿出我们一开始开箱的时候里面的几张纸片 比如说这个是录音的时候用的 整个都是一个录音的界面 你有四条轨道可以往里面录 哦太好了 它有量化功能 我本来一开始还很担心没有 它可以帮助你让录入进去的那些声音 牢牢地粘在它应该在的拍子上 这两张宽一点的叫做演奏点 正面可以看到就是跟钢琴的键盘是差不多的 左下角有音效 左上角有个节奏组合 我觉得最近不是比较火的就是那个蜜雪冰城甜蜜蜜吗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做这首歌吧 那么旋律大概就是刚刚那样的 我们现在就要为它首先来准备一个节奏 我是这样想的啊 一共四轨 那么我前面两个轨就都是鼓的 三和四一个是旋律一个是和弦这样 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我们来录第二个声音 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们再来录一个和弦 这里可以选两种乐器 一个是贝斯一个就是原声吉他 我选吉他吧 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最后你就可以录一个旋律了 旋律我就不想用这个弹了 意思是这个意思 旋律这个我就自己来唱吧 我觉得这样更快一点 对不对 既然我现在空出了旋律那个轨道 那我就可以往里面加一点音效 好的 欢迎欣赏 《蜜雪冰城甜蜜蜜》 这个偷游玩具还有很多其他的玩法 比如说DJ打铁啊 还有这种自动演奏店 所以呢看视频的你也可以去完成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 Toyle的这一套音乐素养套件算是把音乐教育的这个门槛降到非常的低 你只要花一点点的钱就可以让你的小朋友接触到 比如说其他的音色啊 钢琴的音色啊 以及初步的感受到一首歌是怎么来的 如果你家有小朋友的话 这个玩具还算是不错的选择 今天的演示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